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来学习的是 TCP连接的释放的过程 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 四次挥手或者说是四次释放 那么这个呢是和上一节课是相反的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的是 TCP连接的建立的过程 那个时候呢是三次握手 那么这里面呢是学习的是这个连接的释放 那么这里面呢称之为是这个 四次挥手或者说是四次释放的 那么在本节课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过程 去了解这个释放的过程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还是把通信的双方 分别命名为这个发送方和这个接收方 那么从上往下呢就是这个时间退役的这个时间轴 那么在这个连接正常的时候呢 他们之间是可以一直的进行这个数据传输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假设这个数据传输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发送方或者说是这个接收方呢 就可能进行这个TCP连接的释放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假设这个发送方 是要进行这个主动的连接的释放 那么如果说它是主动的话 那么它首先会发送一个特殊的报纹 那么这个是特殊的报纹 那么在这个报纹里面呢有一个FIN这个TCP标记 那么这个时候是把它标记为1的 那么对于这个标记呢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说 我需要释放这个连接 那么这个就称之为是第一次挥手 那么发送方呢在发送了这个报纹之后呢 就进入了这样子一个状态 这里面的状态呢是连接结束的第一个等待状态 那么接收方呢在接收到这个报纹之后呢 他就知道了对方原来是要结束这个连接了 因此呢他也会发送一个报纹进去确认 这里面确认的是你发送给我的这个序列号 我已经收到了 表示说你的这个连接请求已经被我收到了 并且我已经对你的这个消息进行了一个确认 那么这个报纹呢就是第二次挥手 这一个呢是由这个接收方所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发送方也就是主动请求示范连接的这一方呢 他收到第二个报纹之后呢他就进入了第二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呢称之为是断开连接的第二个等待状态 这里面呢我们有两个等待状态 分别是第一次等待和第二次等待 那么这两个状态呢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接收方来说呢只要这个第二个报纹发出去之后呢 他们就进入了这个关闭等待的状态 那么对接收方的这个关闭等待状态呢 其实接收方在这个状态之后呢 他还是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的 那么这里面主要是因为 因为这个释放连接的请求呢 是由这个发送方发出来的 那么发送方发出来呢表示说 他的数据已经传送完成了 但是呢对这个被动释放的这个接收方呢 他可能这个数据还没有发送完成 所以呢在这个关闭等待状态 这个接收方呢还可以继续的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 那么等到这个接收方呢数据发送完成之后呢 他又会发出一个新的报纹 那么这个报纹呢就携带这个FIN的这个标记 表示说我也可以进行这个连接的释放了 并且这里面呢还会携带一个ACK 重复的对刚才的这个第一个报纹进行确认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第三次挥手 那么发送方呢在接收到第三个报纹之后呢 也就是进行了第三次挥手之后呢 他又会发出一个确认 确认说你发送给我的这个连接释放的信号 我已经收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把这个连接给释放掉吧 那么这个呢就是第四次挥手这个报纹的意思 对于接收方来说从第三次报纹到第四次报纹呢 这之间的状态属于这个最后确认的状态 他是为了确认这个发送方已经接收到了连接释放的这个报纹的 那么这个状态称之为是最后确认的状态 那么在这里这个发送方在进行了第四次挥手之后呢 他就会进入一个特殊的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呢我们称之为是时间等待的状态 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等待计时器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发送方他会在这个时间等待里面进行等待一段时间 然后呢确保这段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然后才进入这个关闭的状态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发送方 也就是这个主动请求结束这个连接的这一方呢 有一个特殊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呢是time wait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呢我们后面还会介绍 那么在这里面呢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主动释放连接的这一方呢 他有一个等待计时的状态 那么只有在等待计时之后呢 才会进入这个关闭状态 那么对于这个接收方呢 他就不一样了 他只要在最后确认状态之后呢 他就进入了这个关闭状态 那么这个呢就是四次挥锁的过程 它是TCP连接释放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是来看这个等待计时器 那么等待计时器呢 是我们本章所学习的第三个计时器 那么第一个计时器呢是这个超时计时器 对吧 第二个呢是这个坚持计时器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等待计时器 我们接下来重点来看这个等待计时器 我们首先来学习这个等待计时器 它等待的时间有多长 然后呢我们再去思考 为什么需要这个等待计时器 首先呢 对于这个等待计时器 它会等待这个两倍的MSL的时间 那么这里面的MSL呢 是我们本章所学习的一个新的概念 那么MSL呢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最长报文端寿命 Mask Segment Lifetime 那么这个等待计时器呢 它等待的时间呢 就是两倍的这个最长报文端的这个寿命 那么对一般的网络来说呢 这个MSL呢通常是两分钟的 也就是说等待两倍的话 那就是四分钟 那么我们知道 对于这个每一个PCB连接呢 它都会占用一个端口 那么在这个连接的状态里面呢 如果说你想起另外一个网络的进程 去复用这个端口的话 其实不行的 因为这个端口已经被占用了 它会提示说你的端口被占用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等待计时器呢 其实在这个状态里面呢 是不会释放这个连接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释放这个端口 只有在等待计时器结束之后呢 它才会释放这个端口 那么如果说你平时在运维 或者说在进行TCP编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主动的释放了这个连接 你想马上的重复 复用这个端口的话 那么其实是不行的 主要是因为主动释放了这一方呢 它会进入这个等待计时器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状态里面呢 它是不会释放这个端口的 只有在这个计时器结束之后呢 它才会释放这个端口 那么如果说你是主动释放这个连接的话 那么只能等待这个两倍的MSL的时间呢 才可以重复的利用这个端口 那么这一个呢 其实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也可以去观察或者说去注意一下 知道如果说你主动释放连接了 发现这个端口被占用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 都是因为这个等待计时器的作用 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等待计时器 它等待的时间 我们接下来来思考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等待计时器 为什么需要等待两倍的MSL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那么只要这个发送方 发出了第四次挥手的这个报文之后呢 它就进入了这个等待的状态 那么在进入等待的状态的时候呢 它其实最后一个报文呢 是并没有确认的 那么这个等待计时器 主要是为了这个 最后发送方所发送的ACK呢 可以正确的到达对方 那么这个两倍MSL呢 也是这个报文在网络中 可以存活的最长的一个时间 那么在这个两倍MSL时间里面呢 如果说第四个报文 没有被接收方接收到的话 那么接收方就会认为说 我发出的第二个报文 也就是第三次挥手的这个报文呢 可能没有到达对方 因此呢 它就会重新的把这一个 FIN等于1的ACK等于1的这个报文呢 重新的发送给这个发送方 也就是重复的进行第三次挥手的步骤 那么发送方在接收到这个报文之后呢 它就知道了 原来我发送的第四个挥手的报文呢 对方并没有收到 所以呢 对方的这个接收方 它重新的发送了这个连接释放的请求 因此呢 发送方又会重新的构造一个新的报文 再次进行这个第四次挥手 那么这个呢 就是等待进行器的一个作用 它主要是为了确保发送方所发送的第四个这个挥手报文 可以正确的到达对方 那么如果没到达的话 那么接收方呢 就会重新的发送第三次挥手的报文 你正确的结束 这一次连接 那么这个呢 是等待进行器的第一个功能 那么其实呢 它还有第二个功能 那么它主要呢 是确保当前连接的所有报文都已经过期了 因为这里面最后一个报文呢 都等待了两倍的MSL 那么对于其他报文呢 它肯定也是超过两倍MSL时间了 所以呢 对于其他报文来说呢 肯定都是这个已经过期的报文了 所以呢 这样子就可以确保当前连接的所有报文都已经过期了 那么这个是等待进行器的第二个作用 最后呢 我们简单来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本节课呢 主要有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四次挥手的过程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等待进行器的作用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